美國核動力航空母艦卡爾文森號 迷星期日早上由香港以南水域駛入 暫時停泊在大嶼山以東水域 艦上見到停泊了多架戰機 而官兵船員就有大約7000人 預計他們會逗留在香港5天 卡爾文森號曾在美軍擊斃阿爾蓋達組織領袖拉登後 在北阿拉伯海域執行海葬拉登的任務 而本港警方就說 香港受到恐怖襲擊的風險就仍維持在中道 香港風貧電視記者胡可文 報導